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最娇艳的白牡丹王一博 为何那么嫌弃当时的造型 在很多人印象中 王一博是一个非常高冷 同时不太爱讲话的男生 但是在刚出道时 他是团队里的团宠 年纪非常小的他自然也被哥哥宠爱 同时他也特别爱撒娇 刚出道时染了一头白发 非常显眼 给他添了几分意外的美感 王一博本身皮肤就是冷白皮 加上他精致的五官 高耸鼻梁 优越的下额线 尖尖的下巴 猴杰又是特别的突出 让人心动 轻轻松松的就将粉丝的心抓住了 他那一头白发衬托得更加纯红齿白 粉丝们调侃他是最娇艳的牡丹花 亲切地称他白牡丹 白牡丹时期的王一博脸上 时常带着纯真的笑容 对于粉丝的要求也是尽量满足 笑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撩动了多少人的心 所以那个时期喜欢他的粉丝 基本上都是奔着颜值去的 一博的颜值一个字贵 放眼娱乐圈帅哥千千万 但是我真的在被王一博的性格和气质 拿得死死的 在他的心中 白牡丹的造型却认为是自己的黑历史 当初到的那个造型 自己有点不太能接受 所以在他出名后 他就开始转型 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人 他的粉丝把他称作酷盖人 直长字 钢铁直男 王一博并不想以颜值立足娱乐圈 而是要用实力证明自己 这也为他加分不少 王一博是一个信念坚定 目标明确 勇敢前进 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 不是有所小成而懈怠 不因遇到困难而退缩的偏偏少年 现如今的他与刚出道时期的他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如今他只是一个高冷酷酷的男孩子 一个全能明星艺人的形象 身上不仅有流量 更有实力 是少有的流量与实力齐飞的艺人明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